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一直说叫黄家居 我会说伊朗和歴史 梅小姐 我会讨论你 奥利粉 Sowho 但我今天有点心虚 你待会在最后邀请那位嘉宾很英俊 所以 不够你英俊 我说第一个演是最英俊 就是Sowho 就是你 那 还有 都会是 说一下 啤梨就因為去三個星期 明天就回來了 咦?沒有聲音 有有有 現在有了 我重新再說一下 今天我有三位帥哥嘉賓 三位到帥哥 最帥哥哥在我身邊 就是SOHO 我們以前那種 最帥哥是你 就是教搭檔 那不算我 我們算他嘉賓 第二 啤梨就去歐洲三個星期 他要看阿斯陸拱杯 上阿斯陸拱不到杯 昨晚都有好的表演 拿第二都可以 都算是這樣的 大佬你曼城的確 季美雖然今年不算好銳 但季美的確也有很多連勝 阿斯陸都是 不過對維拉失了分 就沒辦法了 多謝David 他原本是天天回來的 明天他也回來 不過昨晚突然 當英超頒獎給曼城的時候 突然收到他的話 阿比利 他訊息 因為他還沒打字 雖然我喜歡被別人打字 為甚麼呢 譬如你留言說一分鐘 我真的要聽一分鐘 不用說了 大家明白了 千萬不要傳語音給我 如果你打字 其實一分鐘的語音 我可能十秒鐘 或者五秒就看完 有時候你收到很多語音 有些我忘記了 哪一段才是那段 他也要重新聽過 你文字就更方便 即找回紀錄 找回之前說過甚麼 他還用語音 就傳給我 一聽 他說 星期二你還是要找嘉賓 即是又回不來 是的 星期二 叫我頂上星期二 星期二又要找嘉賓 我心想 昨晚那時候 萬成獲獎 凌晨不知道幾點 是星期一的時間 是的 很暈 突然間要我深夜去找嘉賓 都不容易 都幸好 明天就拍攔檔 找到一些 你朋友當OK的 對嘉賓 不是真的 你會做人 甚麼 你會做人 不是那些人 他給面子 我哪會做人 四大才子 你知道甚麼 號稱 神經 你知道嗎 一數四大才子 我們講到那一段才講 不要說這些 今天第一節 我找到蘇豪來 即是講一下 王家駒 嗯